这个习近平当然现在这个每天忙得不得了 每天都有各国来的国事访问 那这个很特别 赤道吉内亚总统 可能大家都不知道在哪里 上去Google查一下 那这位总统来了 5月26号到5月31号是国事访问 国事访问什么意思 外交礼仪当中的最高等级 那他不是随随便便 他有一套标准的作业模式 什么吉祥礼炮 走红毯 怎么样国宴等等 那一整套非常的完整 一样都不能落 换句话说呢 也许就是说这个英国国家来了 国事访问也是这个规格 有没有 非洲国家来了也是这个规格 但是我们看到通常在美国 美国总统也很忙 泱泱大国 中国也是一样 但是美国就很少嘛 把这套很繁琐 对于习近平对于拜登来讲 可能很劳累很疲倦 占了很多时间的国事访问 放在这些比较量体不对等 比较小的国家当中 但这个呢 就是中国大陆的外交特色 然后我们看到这个习近平 在外交部所发表的谈话当中 我觉得还蛮特别的 我觉得有比于美国 他几乎都是蛮算是带着情感的 那当然这个没有很完整了 他前面当然讲了一下 我们两国之间的友谊等等 后面讲到一个细节 我觉得蛮有意思 他说什么 中国大陆跟赤道吉内亚 你看 他说中国始终记得 贵国就是你们 向汶川地震灾区 人民雪中送炭 还有在云南省捐助了一个希望小学 事实上大家知道 大陆希望小学太多了 然后这个汶川灾区的时候 有没有 大陆自己的这个一方有难 这个八方持员 然后各省的捐助 那个量体有多大 我这边没有确切的数据 但是我相信赤道吉内亚的数据 都会非常的小 并不是很多 但是这两个呢 对于中国大陆来讲 雪中送炭 它不是锦上添花 不是我好的时候 你给我北京盖一栋楼 不是哦 在云南建贫困地区的希望小学 最困难的时候问川 你给我雪中送炭 这个就是不管金额大小 不管你的国力强弱 但是事实的援助到了现场 我永远放在心里面 我是觉得啦 将心比心哦 这个东西 我觉得对他来讲 对于这位总统来讲 他是会听得进去 而且深深地会打动 然后呢 华春莹哦 也放了一张这个照片 中赤 中赤鸡患难与共啊 患难与共 涉及彼此核心利益 重大关切问题上 一定是相互坚定的支持 那赤道吉内亚 在非洲的中部 那他还算是非洲当中 算是我们看到这个 各个量体啊 GDP啊 在非洲国家当中 算是最高的 全世界排名56哦 但是问题是 他的经济发展 比较不平衡 然后财富集中 在少数人的手里 但是不管如何 他的量体啊 他的GDP 他的经济规模 跟中国大陆 完全不成正比哦 但是中国大陆 仍然给他外交上的 最高规格哦 来访问 一样都不少 你看到没有 像这样的一个 这个四张照片哦 华春莹的图有吗 有的话放出来一下哦 有那个照片有吗哦 像这样的照片 过去你看到很多大国 不管大国小国 都是这个位置 都一样 从来不以大小 有大小眼不同的对待 从来不是 然后华春莹也一样 同样的规格 发了一篇文章哦 我觉得这就是 中国大陆外交 厉害的地方 厉害的地方 尤其对于这些 比较量体小的国家 说实话 他们在各大国当中 可能尝尽了 被冷落的滋味 但是到了中国大陆来 有没有 特别是大家看到 哇 你好像在这种照片中 第一个就会看到彭丽媛 今年他陪习近平 这个一同出访 大家看到 第一个服装仪容的展现 他的个人风采 然后他过去的那些 我们看到世纪被拿出来 还有他讲话的 落落大方等等 真的是中国最佳国母 第一夫人的一个展现 然后对待这样的一个 这个非洲的一个国家 以这样的最高的姿态 夫人一起出来了 你要知道 对任何一个接待方的 元首抗力来讲 都是非常辛苦的工作 从早到晚几乎是停不了 晚宴等等菜色 都是有规范的 你都得陪在旁边 都得要这个照稿演出 所以是很辛苦 所以过去我们曾经报道过 有很多甚至有一些 几乎在贫困边缘的国家 贫困边缘需要接受救助的国家 一样最高的国事访问 一样二十亿箱礼炮 一样都不少 所以我们特别把它拿出来讲一下 然后也让大家再度看一下 这个彭丽媛 说实话 他不管在国内国外 他的服装都算是 以第一夫人来讲 算是相当的肃静 尤其是你讲到过去的第一夫人 吴淑珍 对不对 你就会觉得是格外的肃静 就是说基本上没有手势 几乎都没有手势 没有什么别的项链 几乎都是肃静的一个装扮 但是一点不减少他的风采 所以这个 虽然是小新闻没有很大 但是我觉得他的意涵非常丰富 这就是中国的外交特色 然后呢还有很良的就是汪文斌 要这个外放了 外放到柬埔寨 韩冰怎么看 我先稍微讲一下 刚变子面有讲到 国防部不是说明天大陆西昌 卫星发射中心要射火箭 然后就没有表定时间吗 我随便在危机百科上面都可以查到 是明天晚上8点13分 哦 你要不要跟我们的政府讲一下 这危机百科都查得到 你把他搞得神神秘秘干什么 人家早就表定给你看了 奇怪了 这是什么了不起的军事机密 因为只有你会查危机的 涉嫌泄漏国家 而且发射还不是大陆自己的威星 他就帮巴基斯坦发射卫星 人家上面都写 所以我觉得不要每次都搞了一副 好像莫测高深的样子 好像是什么了不起的情知 这个人家早就几个月前 就已经告诉你的东西 这么快就被寒冰破了 不是这个真的很无聊 我觉得每次都搞这样很无聊 好我们去巴基斯坦抗议 然后我必须说柬埔寨 他弄个习近平大道有什么好奇怪 因为大陆出了钱嘛 大陆帮忙盖了嘛 那用他的名字命名很正常啊 你忘了台北市有麥帅公路吗 还有罗斯福路啊 对啊 那就是这样这一样的意思啊 全世界都有这种案例啊 比如说这个 这一个人对我们国家 比如说贡献很多 或者怎么样 或是他出了资金或什么 美国一大堆大学里头那些学院啊 建筑啊 建筑都是用这个命名啊 捐赠者是谁就用谁命名 这到底有什么好去冷嘲热讽 我觉得蛮无聊的 那导致汪文斌这个东西我觉得 这个是一个很特别的安排 因为以汪文斌的层级 他已经当发言人当了这么长一段时间 正常通常如果是在部内的话 他应该高深 比如像华春莹一样 升副部长啊 或者什么东西类似这样 那结果他不是往这个方向走 反而是外派到柬埔寨 其实这代表什么 代表他就是大陆对柬埔寨的高度重视 我觉得我派一个我们很重视很高层级的 这样的一个外交人员来 直接在你这边当大使 假设真的这样安排的话 我觉得这表示北京极度重视柬埔寨 他跟柬埔寨之间的关系 这个对柬埔寨这样来讲也算是一种非常看重 非常尊重你的一个表现 我觉得这表示大陆近期在不断的在拉拢柬埔寨 那这很显然跟美国也在不断的想要进入柬埔寨 想要拉拢柬埔寨有关 他派一个重量级的外交人员在这个地方 来跟美国做抗衡 好这个也就意味着 未来柬埔寨的角色会更加吃重了 一定会 因为第一个在那边有云朗这个基地嘛 所以奥斯汀要过去 对啊 奥斯汀也要过去啊 然后美国现在是不断的用 威胁利诱的方式 不断说柬埔寨你离中国大陆远一点 可是以中国大陆跟柬埔寨 他们过去这数十年来的不断的合作跟交情 而且说真的习近平已经答应了 要在柬埔寨帮他们做一系列的机械 大家好 我是主播赖正凯 你知道胶原蛋白会随着软骨的退化而减少吗 掌握增强行动力的密码 35岁就是个关键 你想要扔Q扔Q的就要搞懂你的身体宇宙 虽然我常常写错字所以我就要错别字 但挑选保健品倒是没有错过哦 一天两包4DGEL专利胶原蛋白增强行动力 跟我一起上山下海跑新闻 实际研德国专利胶原蛋白生态 快点够全台独家贩售 德国专利的原料进口 专利BCP生物活性 平均分子量3000道尔敦 小分子好吸收 重要的是重金属 西药检验SGS检测全都过关 品质把关有保障 成分单纯零添加 吃了超安心 无论你是营法族还是运动健身族群 都十分推荐 因为这不是要 保养习惯从现在开始 90天的青春有感计划 打造行动有感每一天 输入推荐代码 还可以享有额外优惠哦 请不吝点赞 订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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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订阅